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2月11日 星期三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大海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昨天 據報在港鐵站 出現了一個非常惡的乘客 他手持可樂樽甚至起飛腳 踢了兩個港鐵職員 當中有港鐵女職員 疑似肋骨骨折 現場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商也說說香港國大的最新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深水埗港鐵站襲擊 高大的硬頸男子 在深水埗站首持可樂樽 起飛腳踢兩個港鐵職員 當中女工慘叫 乘客是雞飛狗走 內文提到 港鐵深水埗站昨天 晚週12月10日有一個高大四眼的壯男C閘 接連在車廂和月台起飛腳踢乘客和職員 又向職員倒可樂 最終被休班警員和消防員合力制服 警方事後將他拘捕 據色疑犯有情緒病記錄 據網上影片看到其中一個59歲的女職員 遭到踢中左腹過後 右邊身坎恨難綱 當場喊喊慘叫一聲 消息說那個女職員右邊勒骨骨折 港鐵一道指他處理事件期間 被撞到 已經向他致以慰問 其後表示那個女職員 被踢到 對事件予以譴責 港鐵回覆查詢說 根據記錄 昨天下午1點半左右 深水埗站職員 收到乘客求助 表示有人在月台身體不適 車站職員即時到場協助 發現有一個男乘客懷疑情緒不穩 另外有一個男乘客 表示曾經被襲擊 職員即時通知控制中心 召喚警察和救護 到場協助 當中有一個女職員 在處理期間被踢到 當中也提到 港鐵職員到場制止 姓蘇的男子 姓蘇的男子向職員倒可樂 並起腳絲襲 其他乘客見狀 聯同職員 制服姓蘇的男子 當中包括幽班的警員 和幽班的消防員 警方到場過後 姓蘇的男子仍然激動 被鎖上搜購及拘捕 如是被他踢傷了感到腰痛 星河59歲的港鐵女職員 都是宋苑自利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昨天在港鐵站上映了這一幕 兩位港鐵職員到場處理 其中那個女職員 被他踢到疑似 骨骨 據報當時 在場的乘客幫忙制服姓蘇的男子 據報這個人有情緒病記錄 另外亦說這個消息 根據HK的報道 則如衝英皇道的士 創維修當中的電車軌 車輪卡坑 阻住交通 累到電車排長龍 內文提到了 則如衝英皇道 發生的士 創維修當中的電車軌事故 昨天12月10日近5時半 警方接獲一名電車司機報警 說一部的士駛入英皇道 近北角官立小學對開 維修當中的路軌被困 阻礙交通 警方接報到場 升聶52歲的的士男司機 已經自行 離開車廂 的士車身 後面刮花了 其後 要由拖車協助而走 電車公司回復HK01的查詢 說 涉事的士 不知何故 誤闖電車的專線 前行幾十米過後 繼續誤入正在進行路軌 更換工程的電車軌路段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沒有記錯在灣仔也試過一次 有一部的士進入了那些 專用路軌的位置 卡住了動彈不得 另外 上述路段 是維修當中的路軌 因為這個事故 後面的電車大排長龍 另外也提及了這個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觀塘海濱長廊 妙齡女子墮海 再浮再沉 衝鋒警 和消防員跳海 合力將她 救上水警輪 內文提到 觀塘在昨晚12月10日 發生墮海案 晚上8點半 一個女子 在偉業街近巧名街對開的 觀塘海濱長廊墮海 再浮再沉 東九龍衝鋒隊警員 在上旨秦來的時間 發現 及後同一個消防員 相繼跳海中 合力將事主救上水警輪 22歲姓黃的女事主 獲救過後 幸好是清醒 由舊車送往 聯合醫院治理 警方在場檢獲事主 隨身手袋 並沒有檢獲為書 據悉女事主受到感情問題困擾 案件列作 企圖自殺 安全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幸好及時救到她 據報她 是一個22歲的女生 疑似受到感情困擾 當時 巡經的警員和一個消防員 相繼跳入海中 將她救上水警輪 希望這個女生冷靜下來 是可以解開自己的心結 另外亦都說了一個大熱 根據HK的報導 話說九龍城老字號的糖水 定價 震驚港女 市主新貴 說太離譜 網友就形容 這個價錢 夠食2個兩送飯 內文提到 近日有個女生在Facebook群組 香港茶餐廳及美食關注組發貼文 說自己 在九龍城 一間老字號的糖水店 吃糖水 入座過後 先經過定價高 直言誇張 糖水賣到這些價錢 太離譜 還要在舊區 決定 試一試 先走 事後認為個人 就覺得 不算吸引 認為 價錢升幅 厲害 鐵文引來網友熱烈討論 大批網友認為定價太高 就說69元 真的不用吃 也都說69元 煮一大煲 全家都吃到 也都說 不值這個價錢 就說這個價錢 已經夠食 2個兩送飯 也有曾經去過那間 糖水店的街坊就說 我上年吃 好像吃40多元 不過也都有人認為 糖水製作過程繁複 好事的時間長 所以價錢合理 就說 香港現在連訂的價錢都沒有自由 也都說自己做一次就明白為何要賣這個價錢 以上來自網媒港生活的報導 這個招牌糖水 蓮子 綠豆邊 12米馬蹄沙青森丸 在做69元 這個港女吃完過後就說不值這個價錢 不過其實這個都牽來兩派的熱意 有些人說不值 69元買到兩個兩送飯 不過也有網友說這個很考手工 你弄過一次就知道有多難弄 不知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 聊聊天 另外也都說這單車 根據HK的報導 屯門海黃路 一部HKTV Mall貨車是橙路薄翻側 司機有驚無險 不過三個月裡面 已經是第3宗 另外問題到了屯門發生交通意外 在昨晚12月10日約8點10分 一部HKTV Mall貨車 沿海榮路行駛 打算又轉入海黃路的時間 懷疑失控自己炒車 橙信路薄 繼而向左翻側 救援人員接報港字 證實貨車35歲 姓賽的南斯基沒有受傷 從現場照片看到 貨車撞到180度轉向 車頭擋風玻璃破裂 更加懷疑漏友 消防到場 拖喉戒備 市友人員在路面鋪上目看處理 另外也都說這個消息 根據HK的報導 觀塘的瑞和街 有一間 新鮮的糧食店 疑似將 懶藏的牛 羊的肉 當成新鮮肉 賣 食環署將會釘牌 內文提到 這間位於觀塘瑞和街 一間持牌 新鮮糧食店 檢獲任何 225公斤 華爾懶藏牛肉 和任何90公斤 華爾懶藏羊肉 並已即時 銷毀 食環署說 這個店舖 將冷藏肉 作新鮮肉 陳列和出售 違反 持牌條件 我是光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